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天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 香港近來發生的事情 或者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 目的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就不是跟大家大肆批評 政府某機構某人對主事的問題 大家發誓一連就算了 我們也希望解決到問題的來龍去脈 最近提出一些具體的解決方案 還有最好建議我們每個人 香港作為香港人自己可以做些什麼呢 最好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當事人 你會怎樣做呢 今天和我們討論的有金明儀先生 我一向的主持 我亦都很高興又請到施智山學會的研究總監孫柏文 大家都聽過他 在蘋果那裏 他們俗稱金手指 他亦有他的專欄 我們今天大概會講兩個題目 首先大家要聽聽 我想知道孫柏文最近的預算案 這方面有什麼看法 我自己看了這些資料 表面看起來很有趣 我們香港有錢 就派一些錢給大家 最初看到這些資料 大家都好像挺開心的 有錢派 但到最後聽聽聽 就好像又不是那麼簡單 人們好像看到背後有些問題 我也看到施智山學會的 在這方面有一篇文章 我先聽孫柏文看這方面 怎樣看看好嗎 好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施智學會永遠覺得 減稅比退稅 原因在哪裏呢 就是 減稅就會改變香港市民的 不要說生活模式 起碼是工作模式 因為如果我知道 今年 明年 大後年 稅率都會降低了的話 我就會有誘因去增加自己的生產力 增加自己的增值 即是我增值去找多一點錢 如果你說退稅的話 那麼一時快感 如果我是一個 例如說 是成年人來的 想做這個成年人 即是去聚班 希望像我增值的時候 我就會想 就算出盡我自己的生產力 出盡面對的效率 都是一樣那麼高 那我為什麼要 因為我為什麼要 像我增值呢 所以我們施智山學會 當然歡迎政府 不用那麼多錢 還富於民 藏富於民 讓政府給市民知道 他們有決心繼續瘦身 有決心令到自己 是一個有效率的政府 那一個有效率的政府 才會給香港人一個信息 就是 你自我增值的話 你自己可以多些 還有 還有 一個有效率的政府 也不會再是市民的包袱 會變成一個香港市民 自我進步的原動力 吹霸制 到最後呢 就是我們香港市民 或者是 下代 有更加好的生活 這就是我們 知智山學會支持的 position 那我亦都聽到 他們說 為什麼 財政司 沒有這麼做 我們沒有多久之前 也都聽到 大家擔心的 就說 香港的稅機 是很合責 很不穩定 又要打算 開清銷售稅之類的 他們的立場 就說 穩陣些 如果你現在又減稅 那遲些又不行 那時候又要加稅 那就很麻煩 乾乾淨淨 就是 我袋有些錢 先給你 將來的事呢 都不知道 因為 有一件事 我覺得很有趣的 這個就是 經濟學那方面 我自己在大學 都讀過欣然的經濟學 可以這樣說 我到今時今日 我都真的 不太了解 經濟學 是一回什麼的事 來的 好像他這樣 早期的預測 香港 大概 會有五十幾億的盈餘 結果 多多五十幾億 有十倍的分別 我真的覺得 這些 所謂的 有些專家的預算 政府應該有很多 方面的數據 為何得出來的 結果是十倍之差 那經濟學到底 一回 什麼事 來的 不如這樣看 經過這個財政預算案 之後 我真的覺得 同英聯 真的會是下一屆 不是現在 是 2012年 2012年 是 2012年 特首的大熱門 來的 OK 因為就是 剛才你說的那一句 是 就是充滿了那種 為何政府會這麼無能 為何會計數 這麼離譜 差 是 是 是 唐英聯司長 如果你真的那天有聽他的財政預算案 是 他呢 一開始就要說回究竟收入多少至幾多 是 是 是 他就說 我們綜合 營養 有五百五十億 接著他自己就會忍不住笑 是 OK 是 他想塑造的形象就是 我沒有錯 是錯 是錯的 是錯的 以前說的 我錯 但我錯完 不是因為我無能 是因為我是特意錯 令到香港還有一群非常之 怎麼說呢 都知道好像我們這樣 沒有我們這麼大聲的 賭丑派人士 是 就說呢 政府的財政 政府的尺寸 應該是越小越好的 是 正當 唐英聯 令到李國德 他錯 是他特意錯 鼓小了 這個稅收的時候 他就可以塑造的形象就是 我特意鼓小了這個稅收 令到我可以 潛制政府膨脹的動力 嗯 是啊 那經濟學 什麼都好 是 完全無關的 只不過唐英聯 真是我覺得 一等一的政治家 香港真是有政治家 是唐英聯 是 這件事我想說的 唐英聯當然讀大學 就是黃武校 特意跟大學 黃武校 是 不過唐英聯 向以來被市民的形象 例如當時批評 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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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嗯 為什麼呢 就是這個可能是我們中國文化 就是槍打出頭鳥 除非你坐正 你千萬不要激透出來 一定會被人裝下 有些江澤民當年 鄧小平叫他上位的時候 他頭幾年都好像裝傻子一樣 嗯 就是出去外訪的時候 突然唱歌 所以唐英聯同一個策略 就是假裝傻子 但他真的知道政治那些人 就發出功力非常高 哈哈哈哈 這個你難怪我都不知道 對 其實退稅減稅這件事 他始終是政治動物 政真任權都是 所有的議員都是 始終是 今時今日 就算一個很畸形的政制 即是很畸形的政制也好 他都要聽民意的 那麼 唐英聯覺得政治上 有應受性 退稅可以 就退稅了 是 減稅 減稅未必摸到最大潔 就不減了 是 這個很明顯是 是的 當然 就依賴我們這些師医生學會的智庫團體 是 是 市民解釋 其實 永久性減稅比一次過退稅 好很多 因為會改變所有香港市民 與其見到 明年後這一稅率的時候 會改變自己 自我增值的動力 嗯 這個 正當我知 如果我們師医生會成功的話 就會幫到唐英聯 八朝 因為他可能不理 他只是政客 因為支持他就做的 那 到唐英聯知道市民支持 減稅 而不是退稅的時候 就會減了 那 就是 那個退稅 我可以看到現在他沒有這樣做 也都不敢這樣做 其實不是很久之前 我已經看到香港的稅收不夠了 政府開支太大了 那就要想辦法去開收其他的稅行 那 好了 如果是這麼容易變的 你看一下 可能是上演的事情 那 今天之間 突然之間就淺了多了這麼多 那 那 那 就是 我們大家都希望 做香港人 SARS是一個 真的百年一次的災難 那 當然 現在有HMAN1 我自己都去住深水埗 是 我平時游泳也是在深水埗泳池 就是在深水埗公園的泳池 是 游泳的 是 我明白到HMAN1的那個 那個 那個威脅在那裡 是 如果SARS 就是百年一次的話 那 當時做過的事情 那 當時是one off 這樣看 是 就算是SARS之前 或者數碼講 或者是這個 我的 八萬五 當是一個 就是 當時 鄧小平 陳詞 說的 港人 治港神典當中 撞撞板的 情況 那 始終要撞撞板 撞一撞板 才可以學到教訓 才不再重蹤複製 那 之後 就是今次今日 唐英明思想 說 做減稅也好 怎樣也好 你 真的這麼永久 是 就一定 永久 退稅 退稅是明文規條 說明明年 不會再發生 不過 你說減稅的話 如果明年 它是加稅的話 市民的反應 就會大很多 是 當年03年 有的 就算我們知道 之前這麼大的 疫情情況 我們香港市民 都覺得政府 沒理由在那時候 或者是加稅 或者才明白 它要加稅的理由 也好 都會反對 其實加稅 這件事 錢都會有反對的 在那裡 退稅就不會有 因為 明年 就會自然加稅 不會再發 即是它不再退 沒有人 這樣說 不是的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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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到 一個很簡單的處理方法 但問題 整個鄉服港 過去遇到的問題 從來沒有真正正 有個構思 好好去處理 即是有錢 我就給你 沒有錢 就想想怎樣去徵收 這個稅 這個其實 講真 我超過的就是 今次的財政預算案 有幾個東西 是特別辱算的 即是你說退稅 減稅 這件事 好了 我當唐青年是一個政治動物 要向自己的支持者 我不知道他選 當中的支持者是誰 向自己的選民支持者 他去交代 你說退稅 你說你覺得退稅 比減稅好 減稅 那我算數了 我算數 留待外面 突然會打我 所以這件事 真的很硬硬的 第一件事 縱瞞會不會拿多個月 即縱瞞這件事 是縱瞞 我相信 我真心相信 沒有人在香港想拿的 真的沒有人在香港想拿的 香港拿的 一百三十萬 即是 太多個月了 一百萬 一百萬人 是的 現在問題就是 即是沒有人想拿的 你多給他一個月 那我在想 即是一個月 當出商量 這樣算吧 是 我們平時 上班、打工 出商量 就算 不用做夠一年去拿 你做不夠一年 都會扣數 是 我不知道他給他一個月 意思是否 你縱瞞拿多個一年 我鼓勵你拿多點綜援 繼續拿綜援 給多個月 你 即我明白到 綜援這件事 是幫助別人 在這個困境當中 生活不太辛苦 是啊 你不要覺得是一個 掌位性的東西 即是說 哎呀 你多給多一個月 即是我覺得這件事是最肉酸的 如果你真心想香港人 每一個拿綜援的香港人 可以自力更新的話 你不要給這個 如果你說 這個不是幫助他們的方法 我寧願你放下去這個 完全 差不多沒有效用的 職業培訓也好 是 分局也好 都好過你 都好過你 太多個月 自助交通也好 是啊 即你可以看到 他所做的事 即他能夠派得到錢 給你的人 他都做了 那只有一部分 所謂低收入 低收入家庭的人 是完全受不了 因為你根本怎麼找他們 怎麼給他們 他們 他們都沒有在稅務局 有沒有任何的帳戶 在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 即是 能夠我可以有辦法 找一些某種渠道 將這些錢給你的 那他就盡量派了這些錢給你 那就加大分氣 那作為一個政治的政客 即是 一個政客的手段 我相信 譚的人會少 但對香港的長遠前途來說 即是我覺得 有這樣的機會 有這麼多錢 為何沒有什麼新的構思 可以解決到我們過去 關注財政方面的問題呢 完全都沒有 趁這個機會去做好些事情 長遠可以解決 長遠來說 很多時候 特別是前幾年 政府經常說 結構性赤字 是的 結構性赤字 開端不是因為結構性收入有問題 OK 支出是有結構性的問題 支出大 支出才是 支出大 以及不是跟兵制周期民立的 是 你說警察、海管、保安部隊、消防署 這些要洗當然不齊 是的 很多大花筒的東西 例如 雷法局 職法 職勤局 這些團體 是 政府應該自己檢討一下 是 即是不要別人拍拍檯 叫你做些事情 你有十幾億 甚至十幾億 這個團體裡面 就很大聲說 是啊 我們增加了撥款 去做某些事情 成本效益是完全不理的 是 你是安撫這些人 是 你是安撫這些人 為甚麼 你為甚麼 你為甚麼不要大聲說 例如說這件事 是市民自己的責任 不是自己去做 政府不可以拿 即是市民的袋裡面 不可以抽不到錢去走 因為市民 如果袋有錢的話 他自己會想 究竟我怎樣賜我增值 或者怎樣幫小朋友增值 甚至說自己可不可以做生意 很多其他更有效用的事情 可以做到 所以做不到 剛才我已經說了 這個綜援戶 或者是這個福利戶 很加多一個月給他們 是 很加多一個月給他們 我以前也說過 我最不准在這裏就是 例如說 一個香港男人 在內地娶一個老婆 當時那個男人可能四十幾歲 那個女生可能十幾二十歲而已 是 來到香港單寧定數幾年了 那女人今次三十幾歲 來到香港之後 找到工作 可能四五千元 洗碗我不管了 是 他老公就跟我老婆說 如果你沒有收入的話 就是我們那個縱援更多 過晚呢 你不要上班 是 他一不上班的時候 就出事了 屈在家裡 跟社會完全絕戰 有更加好的機會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那好吧 出現這些倫常慘劇的時候 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又要加多你綜援 其實 究竟所有的要求加綜援的人士 是不是有心幫那些人 還有有心的 有心的就不要再叫他們加 根本沒有心幫他們 不斷叫他們加綜援 就是 我們 你真是愛 你真是想幫這班人的事 就不會這樣 這些權力去救他們 幫他們 這些事情 我自己最憤怒 是的 我亦都看到 是很多 其實很多國家 我都有這個經驗 譬如很多的縱援 給那些所謂單親的家庭 這樣 導致很多家庭 就特地分開 即那個老公和老婆 是特地分開的 我自己都認識 是的 我認識這些 他們真的兩人都很好的 為了能夠拿到政府的縱援 寧願分開手 即是說老公離棄了家庭 我亦都遇過有些情況 就是那個老人家 老人家就說 那些錢被子女都騙了 不知道是騙是真的 總之呢 他搞到 他就自己購錢了 就找社工幫他手 其實這些例子 是很常見的 孫柏文 是 這兩晚在互動電視說財政預算 昨天呢 就是 講福利啊 醫療啊 那些 我就講了一句 我說呢 現在不是經常講弱勢社群嗎 沒錯 我說呢 真正的弱勢社群呢 是中產 特權階級 就是 就是拿縱援啊 那些 我也是反過來講的 你 你同不同意我去看法呢 不是 說真的這件事 就是 弱勢社群 就是 中 怎麼說好呢 中產 好過縱援 這個肯定的了 你說中產 是不是被這個社會 譬如政府 減糟地拿好錢走 我絕對同意 不過 香港是一個 怎麼說好呢 三更貧 四更負的社會 五共六絕七百分 是吧 那麼 中產無數到有錢的人 都不知道自己下一代 或者下一下一代 究竟會怎樣 所以呢 我經常都說呢 即是中產 喊慘 我明白 不過 一定要想 究竟怎樣幫到 真正的弱勢社群 一定要的 因為我不知道自己的兒子 會變成弱勢社群 是吧 好了 如果我自己的兒子 變成弱勢社群的時候 他怎麼可以爬得上來 縱援這件事呢 縱援這件事呢 是一個有愛心的社會才會有的 我們香港人 這麼多年來已經證明了 我們有愛心 不過 我們一定要檢討 究竟現時這個縱援政策 究竟是當年弱勢社群還是在害弱勢社群 如果我們令到弱勢社群 他弱勢社群自己計數的時候說 我們寧願不上班 給上班 這個政策 是不是在害他們 如果你說中產 或者很有錢的人 有很大的犧牲 不過幫到弱勢社群的話 其實大家都叫我考慮一下 不過如果中產 很有錢的人 真的要給很多稅 給了之後 反而害了弱勢社群的時候 那怎麼辦 我經常說叫減稅 沒錯 中產一定得益的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 我叫減稅的原因 我叫政策有更高效率的原因 是因為最終受益者 都是今次今日的弱勢社群 完全是為人出來想這些事情 我經常都說 政府要撥多錢 撥多錢 多錢的人 可不可以坐在那裡想一下 是否只有多錢的人可以 我不反對多錢 不如你跟我說 多錢之後 三年之後 要被寫棍 或者拿縱援戶的數目 是加一半的 我不要說 我一定支持你 是啊 但你當然看到 我將縱援的盤款加倍 不過之後 三年之後 或者五年之後 縱援又加倍的話 我怎麼可以支持你 是 我們其實 上個新年度 我們都講過 我們講過造詞事 我們都很強調 我們有時候 好心做壞事 其實在我們很多社會政策 社會政策 經常都看到這個情況 在那一輯 我們都有講及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為了我們自己後一代 都要做一些事情 改善我們的社會 對 對 我們現在的子女 可能是風衣足食 我們很難擔保 將來 如果我們的社會問題 越來越嚴重 其實受害的 都是我們那些小孩 所以我們很常調 做時事 要做得聰明一點 不要好心做壞事 其實我覺得 香港有心人 好心人很多 但始終要智慧地做事的人 就似乎 可能是我們教育的問題 令到我們很多時候 看問題 看得不夠透徹 很多時候就是跟跟跟 跟別人國家做的事 人家國家做出來的成績 可以看到 一塌糊塗的 我們都不會想想 不要盲目去追隨 我最重要的是 私人慈善 私人慈善 我會尊重這個人 去做慈善工作 或者是做捐款 舉例 以前的房子 是促會 即現在是不同的協會 是 或者是這個 樂師會 又或者是這個 可能 三個都是市民 認受 覺得是一個 如果我想捐款 這三個都可以考慮的 機構 即是前線機構 是 即是 保護動物業會 我跟了你 他人是一個動物 是 可能是香港故事 樂師會 可能是非洲浪民 是 我不會說 給動物 會給 非洲浪民 或者是孤兒 重要 我亦都不會說 香港孤兒 給香港政府 比如說 你這個非洲浪民 或者動物重要 我不會這樣說 私人 你決定自己 要怎樣做 你要怎樣做 小心 這件事 做什麼都要小心 不要說捐錢 做生意都要小心 是的 當然 這個題外話 政府 政府究竟 是否應該操告 好了 給了農民 生命 重要 孤兒 或者 生命 你孤兒 這件事 我最不同 還有其他件事 香港是一個沒有民選機制政府 嗯 他決定的事情 喂大哥 你一是就完全 不決定 誰更重要 你一開始決定更重要 這個時候 人們就會問你 你從什麼決定 好像現在這樣 有部三億去拍電影 拍電影 拍電影 對 好像幾本人 就在這個演藝行員 讀了一個成年人 短期過程編劇 我都騙了一個 那我沒有決定我 我沒有決定我 我沒有決定我 雖然我都拍片 那我可不可以申請 奧斯卡 都是靠本劇本的 我相信現在我去洛杉磯跟他們說 I'm from Hong Kong I got a script for you 他們一分都有錢 但是 政府為何可以決定 三億放下去 做電影 會給三億放 有成本效益更大 是 還有一件事 我讀得蝕本 那怎麼辦 我們香港以前 就是現在 就是在香港這個 本地文化 發言法 就是在海外 發揚海外 是吧 是 所以做了三億元 這個文化投資 是吧 好了 回顧七年前 我們當時全世界 在吹這個 互聯網風 我們香港政府 又是提供 買得款項 去成立這個 創立科技基金 我都不知道 全名叫 創新科技基金 十幾間公司 十幾間公司 沒有一間 是金錢 港人做 可以做 那 那些錢 是誰 我們 我們 我們輸了 好了 十幾間 多幾公司 這些事情 始終 歸根究底 是想出盡我們香港的分散力 我想問的就是 我們香港各行各業 我和你們做茶餐廳也好 茶餐廳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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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這個事 最多買一個 point of sale 也好 或者是貿易行 投資到自己的網站 開自己的email 也好 究竟這個投資的回報 為何政府間促 投資 我們這十四十幾間公司 成立大 如果是這樣 政府做甚麼 政府擺明 政府擺明 不懂選哪些生意 會得 哪些生意 會得 好了 我想說的就是 我 因為我知道 三億四決 就是派 我不知道 我做完這個 編劇班 究竟有沒有分請 如果 我是沒有的 為甚麼沒有 如果我有的 我相信我拿不到的 又為甚麼 是否好像 私人所說 娛樂圈 很黑暗 女生也要甚麼 男生也要甚麼 是否我要 是否我真的要把我 想出來這麼慘 是呀 是呀 要的 如果是政府 滿身 如果是 你也要告訴我 怎樣把我 女生 你這麼黑暗 因為女生是年齡發展局 擺明 又是一些 旅遊發展局 又是 浪費幾億 幾億的秘訣 好 我們休息 數分鐘下 再繼續 好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 25773798 網址 www.natural healing.com.h 其實我自己都 最近上過一個 關於製作電影 其實都很清晰 導演先生 我們的老師 他解釋了 其實香港電影業 資衰落 有他的原因 問題不是沒有錢 他也看到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基金資助 往往會委派一些所謂的委員 那些委員 通常也不是行內人 通常會是會計師 銀行家之類的人 那些人 他用什麼準則去評核呢 不是 其實這件事 你都想內行 那怎麼辦 那就是 是啊 電影 就是最主要於本地分析 是啊 電影為何 平時會是90至120分鐘長的原因 就是因為當年的科技 特別是視像和影音的科技 就是你要走去一間地方 坐下來 享受 再離開 如果你的車程是半小時 或者走下去半小時 那些人就不會離 你不會說 好像今次來的Youtube那樣 只會為了30秒短片 走過去看電影 是啊 90分鐘至120分鐘 這種presentation的方法 是 是不是已經過時了 是 今次今日的科技 好了 這個3億的 我跟這個遊戲說 我想拍一段15分鐘的短片 嗯 他會不會資助我 我想拍一段2分鐘的短片 他會不會資助我 我跟他說 我連劇本都沒有 我只想買一部機 去拍這個68X 到時如果有一個客人 說那個年輕人 我想拍另一部 我進去的時候 我都沒有資助 那就是很明顯 那就是香港人拍這麼多段短片 最多人拍這麼多段片 是 是 究竟香港市民看什麼 喜會最高 你又計不到,你只是知錯 我問你行外人也好,行外人也好 因為沒有人知道香港人面對著這麼多選擇的時候 你說電視也好,電影也好,甚至短片也好 我會選些什麼來看呢? 這支三億小弟是我們的血糖錢來的 那你不會那麼快,如果這個傻人說我加了三億基金 我自己是知錯的,就算了 那些全部都是政府的血糖錢來的 大家自己想一下,今次今日交了多少錢稅 或者是拿了多少縱緩,或者是拿了多少資助 你一想一下,有三億的話,有多少人要給你們 有多少人可以受惠,好像你那樣受惠的 都不少的,過三億來都不少的 我們可以預測到,這三億銀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發生的了 香港很多東西都是,有在沒有在,電影事業的發展會怎樣呢? 都不會因為這三億受到任何真正的影響 我這樣看,這三億一定會用完 當然 當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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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的,真的很難,很難去提供這件事 令到現在香港這麼多現今世界所有人 那個 attention span 那個的集中力這麼短 你見我坐得90至90分鐘的話 你的電影,你的電影一定是非常精彩 讓我完全可以全身貫穿 好吧,如果這樣厲害的時候 成本要多少 我明白到電影,好像所有知識產權的東西 藥方也好,菜譜也好,或者電影音樂也好 你製造一次之後,複製的成本是很低的 好了,我們香港人是否真的有能力 當然證明了有能力 如果真的有能力寫劇本去迎合 衝出香港的市場的時候 我們根本就不用政府資助 是的 我最怕是什麼呢,好像法國和德國那樣 大哥,拿三星出來看,真的超級滿意 因為紙上的時候,例如說,探討社會的動力 探討男女的關係 大哥,沒有人看的 然後你拍都不怕 有一個真是有信心的PK和導演 就很從前 無間道那一刻,無間道那一刻 無間道那一刻 當時是因為電影音樂叫幻亞 Media Asia 可以自助拍的 我都承認他們做了一次很久 不過我覺得這樣,香港電影人 特別是幻亞這些 就證明了其實我們香港 你那個劇本都是寫得好的話 而你真的去Cast那些榮聲 是做好的話 因為有信心的製造錢 你都會寫錢的 是 不要找政府鼓勞 雖然這錢是教育的 是 我們很多人都說 政府每想出一個解決方案 去解決一個問題 往往同時是製造兩個問題 這種我相信大家都有機會聽過 我最近也看到一篇文章這樣說 很簡單 他說 當我們開始有類進式的稅制 這就是問題開始 會令到我們的所謂 我們那個獨立性 自由那個spirit 就沒有了 這種是怎樣的意思呢 如果我們沒有這種賤進式 那背後他提議是怎樣呢 是一個很簡單的稅制 因為你說施子生後會 應該一向都提出我要減低稅 那你有沒有詳細想一下 我們的稅要怎樣減呢 是不是要撇除了賤進式呢 這類進稅制度 是的 我先解釋一下 例如說你賺了1萬元的 一年賺1萬元的 可能交5%的稅 5%的稅 如果你是賺300萬的 可能要交30%的稅 如果你是賺幾千萬 甚至上億的 可能交70%的稅 是的 這個呢 特別是西方社會 推行雷進稅的西方社會 是 有很長久這個 僧人富貴的歷史 是 例如說美國這樣說 美國呢 當時這個 William Jefferson 好像叫佛順 是 是 曾經說過 他仇恨有錢人的原因 是因為 你有錢的話 你權力就會大 他亦都不想見到 在國家裏面 在亞美利堅共和國裏面 是 有任何單一的團體 或者機構 或者個人 有很大權力 是 過大權力 所以呢 推行這個雷進稅制 嗯 好了 我們香港要問自己 勤力 賺到錢 是不是就要 就要punch他 要受罰多些 是 如果沒有這個需要的話 雷進稅 根本就不成立 是 我運薪越高 我百分比要交出來 就越高 是不成立的 是 我們香港現在是一個 即是劃一稅制 你去到某一個 最多是加50 17 是 你去到17 那些薪金都在國際的水平上 不是太高 是 是 如果你要加到一些劃 是 是 在這個最後之下,我為100萬,我價10% 我為1000萬,我都是價10% 不過100萬加10%就是17萬 5000萬的10%就是170萬 我知道老爸政府經常說能者光庫 很多人說大家都是同一百分之一 他們這港的人很多時候當年是讀文科的 所以才讀社會學系 全部都是左傾的 我都說過100萬就是17萬 1000萬就是170萬 170萬就是17萬的10倍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制度 你說你真是有錢人 你跟市民說 只能選到一些立法會的時候 它就算了 現在你不是 你說根本就連現有稅施 不是林仔幫副的時候 哪裏不是呢? 根本就是 是,即是仍然都是 是 是 其實現在的稅施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呢 我覺得這樣的 是 入閉稅這件事 從一個政府administration 即是行政方面 行政角度來講 是一個很貴的稅 因為你用很多錢去收稅 嗯 銷售稅是一個很便宜的稅 因為你沒有機器 你已經可以收稅 嗯 銷售不是因為你要去查 又要去查 又要去查人 又要去查人 這樣呢 所以入閉稅很貴的 正當你將入閉稅的網 嗯 擴大的話 政府的支出就會大很多 嗯 是 不過呢 我都支持政府擴大入閉稅的網 是 因為香港有三百 是 大家賺到錢的 要加稅的 是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是公平的 只不過你可能稅率50% 可能50% 30% 但當時政府只要去查人 或者去去查人 這些土水這一個門 這個土水的話呢 那可能行程費用很高 不過如果政府真的是有心 擴揭稅機 知道香港 即是就是被香港人知道 其實香港政府都要來智廢 你不要覺得是留在保譽的話呢 其實這樣去擴揭稅機 我反而說重視重 是 是 但是 阿鮑飯文 但是 會不會 現在我們香港呢 其實是 每個市民都交很重的稅 就是那個房屋的間接稅是很厲害的 當然這個我也知道 那時候 我聽這個 星期三學會 在星期二搞了一個Lunch 就請到樹領青先生 上來訪我們訪 解釋一下 他講得很清楚 今時今日 我們香港新樓月建造的質素 如果沒有地的成本 其實如果是2000元或1000元 1000元一呎的話 其實我們會建造今時今日新樓的質素 那1000元一呎 我當你是100萬或者200元 就等於是2000呎 如果實用面積的百分比是不出成 你都還有1400呎樓 用200萬買 旺北邊區 先不要說 就已經是一個很高質素的樓宇 是 師兄先生 都講的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建築成本來講 以及以我們香港的平均收入去當 我們香港人總體上的生活環境應該是很高的 可疑 因為政府很依賴地稅 分收錢 所以才是令到香港樓宇不貴 我也同意香港有很多的 因為香港政府有很大的大筆洗費 是從地那裡來的 所以我有見及此 我們師兄好像很講的 就是這些賣地 一定要當它是非經常性收益 是 可能是1997年前 就是將一筆非經常性收益 撥去一個完全不免得的基金 是 是 或者就算是政府碰得也好 都要有個時間的跌跌 例如說 今屆政府 五年次一定會下台 是 那我今次今日賣地的話 五年後才可以用 嗯 就不會令到政府製造誘因 去 即是換弄這個地產的價錢 嗯 我明白到香港人已經在房內交得很重衰 是 正當因為這麼貴 就是樓宇這麼貴的時候 以前我們全香港很多地方都是木屋 那木屋為什麼呢 木屋就是發展中國家 人民好地方住 就從這個灌地也好也好 就執行搭建房屋 這搭建房屋當然是一個火警 和衛生上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嗯 嗯 當時就是建美大火 到時候有很多間木屋 政府推出第一期的公屋 那麼 如果要追溯當時 為什麼這麼多目屋其中的原因呢 不是說我們香港人當時的收入比租金太低 那些人比不租金 而是因為當時 特別是第二四個大天之後呢 我們香港很多事情都奉行這個自由市場 職業的公安員 但是在這個租務市場裏面呢 是非常之非常之管制的 就一定要是保護這個租客 好了 保護租 但是你保護租客的話呢 到時業主就會有相確的政策 例如我們很難才能趕到這些租客走 是啊 那大家都可能會說 啊很開明啊 如果這個租客 有些困難交不到租 應該就大業主 頂班一年 不要一年啦 六個月一年這樣 沒有租金收的 都應該啊 對不對 那好啦 那種情況之下出現的話 業主還很簡單而已 新租客是想租樓嘛 不行 你擺一年的按金 一年啊 以前是一年 甚至是兩年的按金 有時候 整手費啊 那些按金 就是每個都一起的嘛 你現在好像今次今天 九月租一萬一萬元 好像是六十千元的樓 擺了兩年啊 怎麼擺啊 嗯 瘋了嗎 你為什麼業主這麼多按金 因為政府粗暴干預嘛 那好啦 擺不下按金 就是沒有啦 沒有Q了的 你有沒有政治那個勇氣 去改變這個樓暴條例的 那就是要起公務啦 權宜之計 政府丟出來起啦 那好啦 已經這麼多公務出來之後 那最大的問題是哪裏呢 就是因為公務這件事呢 是政府決定你住邊島嘛 嗯 所以唯有好 都唯有好 他說你可以住邊 你就要住邊 那 正當是這樣的時候 因為市民不可以因為自己時間上 如果我住近市區的 我可以省下一點時間 不可以因為我工作在某個地方的 我搬去另一個地方 是吧 那好啦 政府因為公屋本身是一個權宜之計 是一個 怎麼說好呢 這個不想改變現有政策 去顯身的新政策人 那好啦 你又今時今日不想改變公務政策啊 繼續行原有公務政策啊 那就是新的政策啊 就是什麼呢 交通政策 那交通政策 那交通政策 即是你給保障到它的錢 不過它每天 不如從整個小時 甚至有兩個小時 然後 由家裡搭車出來 由工作地方回到家裡的時候 那兩個人要怎麼彌補啊 一天有24小時 你每一兩小時 那是十二分之一 如果你是每天沒有十二分之一的話 幫你放假了 我幫你放假了 都會每年 會做少三個禮拜 或者兩個半禮拜的事情 兩個半禮拜就是因為政府 政府政策八百政策就沒有了 這是什麼政策啊 我知道今天的主題是房屋 我現在很專注說這個房屋政策 是 政府出錢 幫其他香港人 我很支持 不過錢都是那句 你扔錢出來 究竟是幫他 還是害他 如果我不介意扔錢出來 是幫他 不過大家坐下來想一下 有什麼方法政府能扔出來的話 幫到人還是害到人 我當時 歷史背景 我一般人都是覺得 因為當時很多人 香港人的收入低 住不起那些平房的樓宇 所以要住在山上的房屋 我以為那個原因是這裏的 但你剛才所提出 其實當時這個願像之所出現 因為這些政府這樣的房屋政策存在 而導致這個願像出現的 就不是說因為政府企圖去保護那些住戶 而最後做出這樣的政策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是的 真的是這樣的情況 即是 當時你說香港樓宇數目 是 你這麼說 即是當時你說住土地用土起樓 是的 是可以的 嗯 因為政府有這麼疏黑的租務條例 很少人取樓去收租 嗯 嗯 那好吧 如果你是這樣 即是沒有人興建 你刻意注目 那天堅決撞上這個人頭 砍出得很快 我當時 因為這個男人很少 OK 但是 好像用今天來講 如果很多人湧出來香港 即是湧出來 湧來香港 如果很多人湧來香港 政府財商不需要這麼多樓呢 如果這樣政府拍賣地 給這個私人發展商 即是站在鏡頭去爭 當然之後去建 你決定究竟是租還是賣 我想更好的決定 這個純粹是因為政府 當時沒有這個政治勇氣去改 我自己猜 當時的租務條例 保護的租客 是因為戰後 很多人可能收到便宜 我不知道 不過很多這個 民地官員 或者民地官員的朋友 即是白種人 來了香港 就說 哇 我租了樓之後 你可以這樣扔我走嗎 不如要求政府去通過這樣的法例 去保護他們 嗯 當然 業主也有商討的反應 就是說 我要這麼久 才可以避免走 但是不可以避免走 不如你給一年 等於兩年的案子給我 這些全部都政府自己做出來 政府也沒有勇敢去改 所以衍生出來的問題 是嗎 我現在看到 我自己感覺到 香港是一個很畸形的現象 香港的人 收入是非常之高的 全世界來說 屬於排頭的十名 起碼的 但香港人的居住環境 真是差到大譜 雖然你說 譬如東京 城市裏面 某些大城市 紐約市 可能也有些地方 這些人 住的地方是很小的 但是 這個現象 我經常都 我都很頭取的 就是說 要香港一般人的收入 如果你叫他 在現在的 所謂私人的房子裏面 去找一些地方去住 根本是不可能的 好了 香港政府 我這樣想 香港政府可能這樣 為了保障些人 有屋住 唯有出現很多 如果香港政府不是這樣的話 我不是 多多於我沒有從事 我表面就看到這樣的現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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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管它 到底是抵抖 很多人買 不過呢 這個100萬至200萬 就是100萬樓下的市場 其實是一次死水的 在香港 因為如果你真的 買這些樓 想買這些樓 住的人 他們的收入 其實還可以申請這個公屋 因為公屋 有很龐大的利益機構 正說也好 就是因為有很大的利益機構 在不斷趨政府 將這個公屋的錢 越來越好 令到這個 這個細價樓的市場 是突然嚴重的斷層 嗯 就是我 我作為私生後會成員 我這樣說的 我 絕對不想 人 保留我們封住 我們香港人 互相 幫助的精神之下 一定要幫其他香港人 有瓦遮頭 你 給了1000元租的 我一定幫你 不過你給了1000元租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預期 你住樓 其實 如果在公開市場上 是租到四五千元的 1000元 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永遠不會令到你沒有瓦遮頭 你一定有瓦遮頭 不過你肯給1000元的話 你就麻煩 真的住在1000元租值的樓院裡面 嗯 就是對香港人不公平 幫你 我一定幫 不過你不要只想要1000元 去換那三四千元的東西 是 這是最重要的 就是以前 我跟這個 房屋處 那些人聊天 我說 如果你真心 希望那些人有上中心 搬離開這個公屋的系統 進入私人市場 其實為什麼你們把這些公屋都這麼不好 如果對方肯給1000元 或者1500元 加上他一倍 就說他附屋 他已經上街遊行的話 那為什麼不建一些東西 是值1000元 1000元 1500元租的呢 你整個房屋處說沒有錢 他們都說會會 倒閉 所以才把領匯推上市 那為什麼不就這樣建一些東西 是值那麼多錢呢 這句的答案就比較驚訝 我說 例如說 以前很出名的嘛 以前經常都有很多偷窺的問題 因為 整層樓都一個男子一個女子 再早期一點的公屋 是一棟大廈 只有地下有廁所 是吧 是 好了 他就說原來建築成本上 一棟這樣的大廈 地下 即每一棟一個廁所的大廈 建築成本 和每一個單位 是相約的 處的人數呢 應該是相約的 那他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都面對這麼大的政治壓力 不如這樣 我真的要建一些單位 是吧 希望我有份工 又沒有人吵我 對不對 如果我真的 迫一些人 要有上進心的 搬離開工屋 這樣的系統 是怎樣的 我連工都可能沒有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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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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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 一定有借頭 不過你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幫你的時候 你不要看著我 好空實落實 為何幫你這麼少 喂大哥我們已經幫到你有借頭 你還好嗎 嗯 我覺得這個題目是值得繼續討論下去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不夠 大家只有15分鐘而已 我相信我們有一個留言 我們讀了之後 我們就會暫時到下一次再繼續說 孫馬文跟你談到這麼多好嗎 我想下一次再繼續 因為我也有些問題 我也希望你幫我們澄清一些 不如下一次再繼續好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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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留言 留言怎麼說 你讀一讀 有點亂碼 這只是一種退稅方式 應該是 不要這麼認真 是 另外一個留言說 不見公屋 港英政府早已要回老家 這樣啊 OK 好了我們 我想下一次 香港沒有改變他們的租務條例 亦都不在公屋裡 我同意 香港一定會大力 他們都會撤出 他們那時候是權宜思計 在一個不改變租務條例之下 這個是最好的方法 我同意 好 OK 好 今天 是這麼多 時間關係 我希望下一次 繼續討論下去 因為我有很多問題 OK 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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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